欢迎收看打开工框买 我是许仲江 马总统昨天接受媒体专访 对许多重大议题作出回应 其中美和事是否图立财团 他说当初签约是副市长决行 详细内容他确实不了解 而大巨蛋筹备会当时不是他主持 是由专家主持和厂商议约 马总统这番话让人惊讶 当时的台北市长到底在哪里 另外马总统也对2016大选相当乐观 认为国民党依然很有很大的胜算 不过党内同志不以为然 传出多位现任以及现任市议员 打算跟绿营结盟投入立委选举 国民党出走潮是否持续的扩大 相关议题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间党立委刘兆豪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庆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责任媒体人王世奇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马总统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希望不要拆除大巨蛋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大巨蛋工程已经危及松烟骨鸡 如果中午开会仍无法解决 恐怕得先暂时停工 先来看VCR 抬头望松烟骨鸡锅炉房 32公尺高的烟囱 日前出现倾斜 下头只好用白色钢架 保护支撑 尽管远雄已经补救 但环保局指出周遭地址打警戒值 恐怕大巨蛋将面临暂时停工 今天中午会先把他们工程找来 因为如果不能解决 恐怕要暂时停工 在安全的条件之下 我们还是想办法看能不能做最少的更动 不过这些都牵涉到专业 所以还是等4月15号 完整的体检报告出来再说 不过恐怕今天就 就要先讨论那个 那个对骨鸡的影响 已经达到停工标准 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 今天要先紧急处理 远雄喊冤 但大巨蛋不止涉及毁损松烟骨鸡 之前更传出万一逃生疏散体检不过关 最坏不排除要拆弹 但总统马英九周四隔空喊话 说市民期待大巨蛋1块20年 改善缺失后应该留下来 不要轻易拆除 对于不平等条约质疑 马也澄清 2003年大巨蛋变更协力厂商 北市筹备委员会决定废标 市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废标不当 要求重新签约 市府在过程中都已经尽了应有职责 还强调筹备委员会都是专家主持 资料欢迎调查 柯文哲听得很不以为然 连美和市旧案一块骂进去 马市长在当 马总统在当市长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这才是问题嘛 才会有名的事案 这就是问题嘛 当然这个是台北市市长的 一个重要的政绩 变成全盘推翻的话 那他当时的那个政绩 就变成功亏一篑 我觉得他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支持就是柯P能够 继续争取台北市民的利益 但是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不能做一个民粹的操作 最后反而让我们在法律占了下风 反而让我们要赔偿更多 议员担心条约规定 BOT案破局后 北市府必须买回大巨蛋 恐怕又得花上亿元纳税钱 还是希望柯市府下决定前 真要三思 好我们看到马总统昨天 接受媒体专访 当然他谈了很多 有哪些重点呢 我们来看 包括这个九二共识呢 他认为没有过时的问题 再来马席会呢 他是不放弃也不强求 还有呢 绝无两亿政治现金的饭局 那么他认为呢 大巨蛋呢 不应轻易的拆除 还有对修宪的这个年龄呢 降到18岁的投票 他是有疑虑的 还有他认为呢 明年的大选呢 国民党仍然是有胜算的 但是在其中的这个大巨蛋 台北市的部分 还有美和市呢 我是觉得比较令人讶异了 包括就说 有关这个美和市呢 他说当初美和市签约的时候呢 是由副市长决行 他只是知道 但详细的内容呢 确实不了解 还有再来就是大巨蛋的部分呢 柯伦哲形容是不平等条约了 但是这个马总统他就解释了 当时北市府在过程当中呢 已经尽了应有的职责 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呢 不是他主持 都是由专家主持和厂商议约 过程都非常清楚 资料都在那边 那么他们是乐于接受调查 我想请教庆元大哥 如果以马总统这样的一种说法 大巨蛋美和市他都不知道 那问题是他当时在哪里 这样会不会感觉太离谱 是 针对美和市的话来讲 我手上有一份 当时捷应局在90年12月3号 这个专签给市长 那么请来 请市长来做一个裁决 说要不要跟他依照里面的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契约的规定 双方的一些规定能够来签这个契约 那当时决行的 确切实实是欧敬德副市长 因为这上面有一个 市长马英九的章 没有错 问题他是假章 假以比念的假 所谓假章就是欧敬德是第一副市长 所以假章就是他盖的 所以不论是这个市长马英九的假章 还有包括欧敬德副市长 确实因为欧敬德当时 他是工程专业 那马市长请他来的时候 这整个的美和市的签约 确实是由欧敬德来做主导 不过身为一个市长 在当时的时候 确确实是应该要了解一下 至少要了解一些非常关键的事 因为我们的土地 将近三万坪的土地 几乎都是排北市公有的 那三万坪的土地 要跟一个美和市的日证生 要做连开案 最起码我身为市长 我总要听听简报吧 到底最后是用怎么样 来做权益分配的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 权益分配绝对是最关键的事情 可是当时签约的时候 权益分配虽然还没有定案 但是市政府在签约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 就是至少不得低于 这个30点 我印象中是6%的样子 至少不得低于30.6%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个市长 我不要用知识 我用常识来判断 我土地几乎是台北市政府的 为什么我们楼地买面积 只分回不到31% 这个是属于 从经验法则来看的话 这个是不合常理的 那你身为市长的话 照理说你至少要去 质疑一下嘛 这个问题嘛 那也没错 就是说到后面的 所谓的权益分配的定案 是在郝农斌市长时期的 那当时开始进行 所谓的权益分配的协商 那协商以后 郝农斌市长争取了0.1%多 变成36.75% 但是这个社会上 也觉得非常的质疑 为什么说 大片的土地 将近3万平 我们只分回 30.75%的楼地买面积 那么质疑说 说所谓的分配的位置 确实也不是马英九时代 当时就决定的 是在郝农斌的市长的时候 那么就来开始 跟日正政市政府 来协调所谓的分配位置 那最离谱的是 8到9次的协调会议 竟然只有一次是 市政府的人当主席 其他全部由日正政的当主席 然后分配完了以后 最烂的所谓的 最没有人要的商场 还有包括 比较不好卖的商办 市政府几乎是概括承受了 那其他好卖的 住宅 绝大部分都给日正政拿走了 所以这是郝农斌市长时代 所以权责之间 责任之间 我想应该做这样一个 厘清分配 欧静德那个时候是工程专家 但是如果以权益分配来看 说实在不需要专家 尝试一般人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你这个该怎么分配 市政府占了99%的土地 那照理说应该要分 比较大部分 我想请教委员这个部分 如果马英九总统 是这样的说法 感觉是不是在卸责 大家想看看 如果今天的场景改换一下 是今天的美和市 他连开案是非常成功 大家非常的称赞 也包括现在远雄的巨弹 已经完工了 然后在举行比赛 然后大家认为 他设备的非常好 马英九还会讲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这两个政绩 都是非常好的话 马英九绝对不会讲这话 他一定会说 因为这个是我当初 在当市长的时候 所积极推动的一个重大的政绩 但是今天因为这两个都被 成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弊案 所以马英九现在说 他这个当时他没有 他完全不清楚 他不清楚 所以都是副市长在做 我觉得马英九讲这句话 太晚了 他应该在当初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就应该很明白的告诉 所有台北市民 说他以后 他如果即使选上台北市长的话 对重大决策 他也会交给副市长去决定 他只是在旁边看一下而已 他不会去做全盘的了解 我们现在想看看 马英九这样子 事实上非常 有功是他自己的 如果做得不好 他就把他推给他的副市长 或者是推给余文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也从这里也看出 马英九他 事实上这几年来 将近八年的时间 他的市政满意度之所以这么低 大家看起来是绝对 必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们期待一个领导人 他是要永远认识 他要带领这个国家 或带领台北市政府 要往一个有既定的方向往前走 但是我们看到的马英九 无论是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推卸责任 或者是他当总统这八年的时间 他对重大政策 他自己的犹豫不决 没有一个缺乏一个中心的 一个思想 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们看出他今天 竟然会 美和事跟远雄巨蛋 这两件开发案 我看动辄的商业利益 都是算百亿的 一个台北市长竟然可以大言不惨 即便公文上是由副市长来觉醒 但是身为当时台北市长 他竟然可以大言不惨的说 他对这件事情不了解 是副市长在负责签约的 我要试问 在之前的两次的市长选举 台北市民投这一票给马英九 到底代表什么 难道是自打嘴巴吗 难道他是投给欧敬德吗 或者他投给一个空气 既然他做这么重大的决策 他竟然把这个责任 完全推给一个副市长 如果说以美和事 或说大巨蛋 这么大的一个联合开发案 他都不知道 那么说实在 他现在当总统 他还有多少事情是不知道 这真的会 你也把他冷汗 那么再来就说 大巨蛋的部分 我请到实习 大巨蛋他说 是这些专家跟厂商议约 专家可以跟厂商议约吗 这听起来怪怪的 我觉得马总统 其实一贯的表现都是这样 就碰到不利于自己的 他都会说 我也不知道 我都是看报才知道 所以他其实 不管在当市长 或者是当总统 他其实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不知道的 不只是李劝源议员 刚拿出来的 你看我手上 一个早上人家 就传了一大堆 过去台北市政府的 这些公文给我 每一张 这些都是大巨蛋 跟美和事的连开案的 每一张上面 都是马英九的签名 他还有指示 然后还有他的章 譬如说这一张 你看哦 他就说 这一张的公文是说 台北市政府要办理 联合开发权益分配的 注意事项等等 马英九是签名的 而且他还说 那我们就按照 谢副市长说 你的意见来续办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知道 那个内容的 然后他核定了之后 他觉得OK 那所以我们就按照 谢副市长 谢副秘书长的意见 我们就按照这样办 可见他是知道内容的 其实你看哦 还包括了 像是那个 这个是土地连开的 开发案的投资契约书 投资契约书 里面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到最后 盖章签名的是谁 都是马英九啊 通通都是马英九 马英九的章还那么大 说你盖了章 你还写了你的意见 按照谁谁谁的意见去办理 然后到最后 你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吗 我觉得台北市民 没有人可以接受 选你当市长 就是要你负 所有最后的责任嘛 你不能够 做了一大堆事情 然后不管好的坏的 好的都是我的 然后坏的都说 我不知道啊 这个都别人在做 那当初 大家投票给你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更何况 刚刚委员讲的对 说这个案子 不是一个两万 三万 二十万 三十万的小事情 它牵涉到百亿 甚至千亿 所以你当然应该 要心心念念 帮台北市 帮台北市民 争取更大的权益啊 那你怎么会 这么大的案子 然后你都杀手不管 连上千亿的案子 市长都可以不管 那请问市长 还有什么事情要管 那也就是说 从头到尾 我们在过去 马云局有当台北市长的 这八年 其实 其实你就是失位素餐嘛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你连上千亿的案子 通通都可以不用管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受 马云九这样的切割 那他今天这样的态度 反而会使得国民党更糟糕 也就是说 他其实不太干寂寞 所以他今天跑出来 接受了媒体专访 做了很大的版面 然后把坏的东西 通通都切割掉 并且对新的主席 做一些政策的指导 限改 应该要怎么改 我觉得第一个 他的确是不干寂寞 那 再来就是说 他这样子的表现 的确会使得国民党更惨 因为一个没有政绩的人 他竟然还可以 坐在总统府里面 说三道四 指东指西 然后告诉你们 应该要怎么办 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应该要捏一把冷汗 所以新的党主席 这可能有点扯远了 这跟大巨大案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看到 国民党的危机真的很大 当新主席 不愿意跟马总统切割的话 你们整党就包起来 一起 一起倒大煤 是 如果按照时期拿出的公文 他上面都盖章了 而且说按照 什么样的内容去做的话 那显然这不光是谢子而已 可能还有公然说谎的问题了 来学恒 我觉得其实讲明白一点 就是从马英九 现在的表现看来 你就知道这个党 为什么会大败 因为他选出来一个 短期记忆力很差 判断力有问题 活在自己小世界的 一个奇怪的人 那坦白讲 整个来看 我真没办法理解 你现在出来讲说 我都不知道 这个到底有任何意义 我们只能说 你在历届的执政当中 是你开始的BOT 那你为什么 你应该要出来讲的是 BOT这个理念 在台湾执行 到底有没有错 我们找的厂商 是不是对的厂商 之后的执行 是不是依照当时的理念 跟逻辑来做 而不是跟他讲说 我都不知道 我通通都不知道 也跟我无关 你已经当总统了 请问在台湾发生的任何事情 会跟你无关吗 你过去也当过台北市的市长 发生的任何事情 怎么可能跟你无关 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荒谬一件事情 就是你说东他跟你讲西 然后他讲了西之后 还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又喝杯咖啡 再跟你聊一聊说 其实这件事情 整个修宪我都不认同 马英九现在的脱节 已经不是跟党义脱节 他根本跟全世界脱节了 我坦白讲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你去做了一个 新加坡的 这个当日来回之旅 那也没有 大张旗鼓 也没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对于我国的外交 到底有什么帮助 但他就坚持要做 他就是觉得一定要去 那我会认为 他现在 到底是不是处在一个 稳定的状态 让人非常担心 因为你没办法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总统 大家都在检讨这个BOT案 现在实际执行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站出来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是告诉你说我不知道 我这个当初其实搞不清楚 那你搞不清楚 你是怎么样 领薪水是混什么饭吃的 那结果到了现在 你又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你任期又剩大概将近一年左右吧 那你到底要让国家走到什么地方 你到底要让民众怎么看你 甚至讲明他不是最在乎历史定位吗 那你到底要让你的历史定位变成什么 就是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面 否认自己当时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非常认真 那这什么意思 我用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如果这么重大的权益分配 他说他不知道 那今天假设他当了总统八年 那如果说外面一直说他卖台了 那可能卖台他也可以说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他对修宪也是有意见 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18岁的公民权推动联盟召开记者会 呼吁立法院修宪委员会要完真的 让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 在本会期能够完成修法 好感的及2016年总统大选合并公投 不过马总统表示 民众对投票年龄下修有疑虑 那么公民团体是怒呛 马总统根本不知道九合一选举 为何会惨败 来看VCR 拿出立法院修宪委员会39位立委名册 18岁公民权推动联盟表示 已经有20名立委支持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 呼吁剩下19位赶快表态 未来他们也要办会蓝绿两党主席 希望修宪委员会不是玩假的 还有19岁大学生确定明年总统大选 无法投票 对于18岁明明已经成年要缴税 却无法行使参政权 感到十分荒谬 台湾年轻人在12年国教 在高中期间就已经完成了 所谓的公民教育 都对于台湾的民主环境 对于台湾的投票秩序 都非常理解 但却因为你的年龄还不到20 还差两年 你不能投票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 严重的年龄霸凌 公民团体呼吁让18岁投票权修法 在这会期通过 好让明年总统大选可以合并公投 听到马总统表示 投票权下修到18岁 社会有疑虑 公民团体不以为然 我国民党就是怕年轻人 我就是不想要让这110万的选票 可以投出来 这110万的选民过两年以后 他反复的力道 会让你国民党一次输八年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 跟绝大多数的民意 跟国际的潮流站在一起 我们也会说服马总统 马总统修宪态度不同调 蓝伪担心支持杜夏华 要尽力沟通 世界上168个国家 投票权都下修到18岁或以下 公民团体喊话 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素养 必须再进化 好马总统对于这个投票的年龄 下修到18岁是有疑虑的 那我想请教委员 他也说了啦 就说这10年的民调是都没有过 真的有这种的民调吗 我是不了解 有10年的民调 对对对 他说这10年来的这个民调呢 这个对于下修 85%的人有房子 他的民调跟大家的民调不大一样 我觉得马云九现在的状况 就如同他在个舞台上 然后面对广大的群众 他是没有 已经没有麦克风而已 所以他在上面 即便他手舞足道 很非常用力的在讲 但是底下群众没有人在理他 所以他只要用特力独行的 显现出他一个特别的论调 然后吸引大家的注意 他18岁 全世界像有100多个国家 都已经在让18岁的青年人 甚至更低有些到16岁 像爱尔兰的独立事业 16岁就可以投票 所以这简直是一个 这本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而且非常难得 在这次的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里面 两党最主要看起来 最没有争议的共识 内阁字大家还有争议 但是把这个投票年龄 下修到18岁这件事情 是两党大部分的立委 大家都是赞同 非常难得的一个共识 但是马云九依照往立的 他在这个时刻 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广大民意的对立面 所以其实大家想想 也不需要太讶异 因为我们如果看整个历史的发展 马云九从来 他不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人 而且在国家重大要面临改革的时候 马云九从来不是站在改革的这一方 但是我比较好奇 20岁下修到18岁 他到底疑虑什么 他是担心什么 太年轻可能会盲目投票吗 我认为这是投票 一个是投票的这一件事 但是对马云九来讲 他本身没有厉害关系 因为他不会再选举了 我认为是显现他内心的一个价值观 他价值观认为说 比较威权的 年轻人是比较不懂事的 比较要被教育的 所以18岁还不懂事 你会投错票 会被诱拐 会被散货等等 所以他认为他应该18岁是不能投票 而且他正正有词说民众 他不敢说他只有他自己 他就说民众对这个是有疑虑的 对他说没有过 最大的疑虑坦白讲是来自于 马云九自己的没有安全感 自己的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想这个是 几乎是两党一个 大家认为的一个共识的 这个18岁 为什么要投票权 我相信很多的 很多的专家学者 很多的团体都已经提出了论述 我们就不再追溯 我要讲的就是说 马云九现在的状态 虽然只有一个9%民意支持度的总统 他讲什么 坦白讲也不用太在意 我说实在 因为现在 现在马云九的版面已经非常少了 如果从新闻媒体的 他的价值那已经非常少 但是所以他只好 他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存在 而且告诉大家 他是现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你看他 我认为是以不惊人死不休 所以他提出他的 振振有词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这一个 由衷的一个盼望 我们希望 这样的时间赶快一天一天过去 让这样的总统 让这样的我们 一方面在 就好像数馒头一样了 还有三百七十几天 让这样子脱离民意 这么远的一个总统 赶快从历史的舞台走下来 对当然我们对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看法 其实还是蛮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这个想法 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认为其实要检视他 其实大家想看看 其实大家对马云九非常的宽容 大家以前要开放暴境的时候 他也反对 开放党境的时候 他也反对 总统直选他也反对 他说他自己还发表委任直选 但是他是总统直选的最大受益者 他当了八年的总统 所以大家不要对马云九这个人 有过多的期待 至少在改革这件事情上 所以大家对什么税制的改革也好 年金的改革也好 或核式的非核家园这件事情 大家都不需要 其实历史也不需要对马云九太大的期待 因为他从来不是 他的生命的成长历程 他的价值观里面没有这个养分嘛 你如何期待他做一个改革者 好来我请教清元大哥 蓝颖的这个内部迷代表就说 难怪这马总统民调那么低 谁理他 你们自己的想法 我是这样认为 马总统现在他在很多的一些说法 一些对社会的很多问题的反应 那确切实有很多地方 他可能有需要做一些 这个自我的检视 比如说像18岁的问题 我要请马总统去翻翻历史 两千两百年前 一个叫贾怡 他是当时被誉为最伟大的思想家 跟文学家 他18岁的时候 贾怡在河南郡都已经文明相礼 他的声明大照 22岁就当了河南郡的庭位了 这是贾怡18岁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个祸器病 汉武帝时代的祸器病 他18岁的时候 就随着他的舅舅魏亲 就开始率部队去出征匈奴 他个人率八百宵祭 就可以长征数百里 把这个匈奴杀得四处逃窜 那一次的战役 他杀掉了两千二十八人 所以这样的状态之下 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的18岁 都给创立这样的伟业 结果两千多年后的现在 已经到了民主时代 我们竟然还在那边讨论说 要不要给18岁19岁给他投票权 对不对 因为一个年龄层 差不多30多万人 那18岁19岁这两个年龄层 大概六七十万人 我觉得能够降低投票年龄 我要跟马总统报告 降低投票年龄 才能让所有的政治人物 能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否则的话 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在重视四五十岁以上人的诉求 那请问你 四十岁以下人的诉求 相对来讲 他经济也是弱势 创业也是比较弱势 然后在求学过程之中 各方面来讲 他们的诉求 有几个人听到他们的心声 所以我觉得说 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 修宪把他降到18岁 我觉得几乎已经是全民共事了 那我不知道马总统为什么还会有顾虑 这让我们觉得说 我自己也觉得 要学学柯文哲 还是说他觉得他有选票考量 这些年轻选票可能不是会投他 但他也说了2016大选 国民党人有很大的胜算 问题是他又不选 那他又不选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单率呢 事实上 今天国民党籍的 蓝云的立委也好 我们议员也好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这个案子的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要去反对呢 大家都支持嘛 当然啦 我敢这样讲 明年的选举 包括去年九合一的选举 去年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确确确实实 输在40岁以下的选民 输得非常的惨 可是呢不能因此 我们就去断掉 18 19岁这样的 投票的权益 那我认为国民党愿意这样做 到明年的 这个2016大选 荣获还会吃这个闷亏 我认为还是会吃这个亏 但是呢你愿意做 我相信年轻人还是会给国民党一个机会的 你愿意做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变成所谓的阻碍18 19岁 投票的这样的拦路虎的话 那我觉得年轻人不止18 19岁 他连20岁到30岁到40岁 原来又要给你选票的人啊 很多人明年连选票都不给你了 这个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不过我想这个马总统不光是觉得 这个2016大选国民党是很有胜算 他对于目前的经济成长 失业率下降 那他觉得政府都是成功处理 而且是不回避改革 那么这个部分呢 还有包括邮电双掌 还有开放美牛 他都觉得是做得还不错的 石欣你怎么看 对就是大家也都笑了嘛 就是我觉得马总统在整篇的访问里面 就是维持了他极为一贯的风格啦 他都不会错 错的都是别人都是民众嘛 就当时涨电价的时候 他已经讲过啦 你们都不懂得珍惜 你看非洲人他们都没电 也就是把大家都骂了一顿 所以他的选择才是正确的 马英九才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一个败笔 就是为什么会输成这样 就是因为马总统 其实是脱离现实的 他的眼中也只有他自己 譬如说18岁公平权这件事情 你要求18岁的小孩子去赚钱 然后他必须要缴税 他必须要这个尽他的义务 但是他不准想全力 不准他投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觉得马总统心里面 哪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年轻人 觉得年轻人不配 有资格做投票这件事情 就是他对于年轻人充满了不信任 那所以譬如说你看329 马英九在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他在谈那种黄花岗那个时候的事情 然后他就叫 顺便也拉到了一下 那318的这些年轻人 你们可是要守法的 也就是说他对于现代年轻人的 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 而他心中所如目的那种 那种那种价值 其实是大清律例那个时候的329 黄花岛最不守法 对黄花岛最不守法 对对对对 就是他心里面的价值是过去的那一套的价值 那所以我觉得整个专访里面的确看得出来 马总统他的不安和焦虑 你看很多事情他都希望有他的参与 譬如说这个世大运开幕 我也很希望可以去参加 如果他邀请我 我就一定要去这样 重点是也没有人要邀请他 大家其实不太在意你有没有参与 但是他显然充分展现了 他的没有人重视他的那样子的焦虑感 那所以其实马总统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应该要闭嘴 你不要再对这些事情指指点点了 而且你对于宪法的这些意见 其实充分展现了你的保守和威权的性格 就像过去你的一路以来 永远都站在民主和改革的对立面 站在民意的对立面一样 从总统直选开放党禁报警 非常一贯的 你永远都是选择错边 那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 宪政该怎么改 应该是要看他能不能够 怎么样可以更配合国家的需要 而不是政党的需要 如果你觉得我开放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投票 你们也不会投给我 这样的想法就是错的 因为你只站在你自己的政党做思考 你要看的应该是放在国家这个层次 做宪政该如何修改的思考 所以马总统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就领薪水 你就坐在家里面 你喝茶聊天都没关系 重点就是不要再对现在的重要的事情 指指点点 我请教学恒 马总统他觉得说 他也不回避改革 他也提到说油链双掌 或开放美牛这些 但是跟改革有关系吗 真正要改革 党产他没有提到 你觉得他是不是选择性的 我觉得这已经超越 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方法 因为限改有很多问题 见仁见智 总统治好 内阁治好 然后你接下来国家走向什么方向 你要不要开国事会议 这都见仁见智 但我完全没办法理解 到底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 说有部分人反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有事吗 修到18岁 我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赞成 是因为18岁已经可以服兵役了 18岁可以拿枪 可以杀人 但不准投票 你不会觉得这个背后 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 是你没有办法回答的 结果你身为一个总统的高度 你出来受访 你跟我讲有些人反对 你是哪些人 你告诉我 是哪些生活在平行世界的人 你家的小孩18岁了 可以喝酒 可以开车 但不能投票 可以去服兵役 可以杀人 但不能投票 这些人的家庭教育要有多么失败 才对自己家里18岁的小孩 不信任到这种程度 不好意思 我交出来18岁小孩 没有资格的投票 所以不可以修宪 也许他觉得这投票的威力 比那个枪杆子更厉害 如果是这样 你129就不会大输了 我觉得马英九 现在的状况 真的让人很担心的是 你已经不能用自我感觉 良好来形容了 就是民众一再用选票告诉你做的方式不对 那个东西不叫改革 叫做与民为敌 油店双涨上调之后 便当的价格上升 但是油价下跌之后 便当价格也没有回来 那你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你到现在都跟我讲说 我是支持改革的 但你每个改革都在与民为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描述 我实在是不想要一直骂他 因为我觉得骂了也没有用 但是可不可以就请你安稳的 成为一个过渡性质的总统 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不要出来讲那种很夸张 你根本 我坦白讲 他今天这样讲 哪一个立法委员现在可以帮他辩护 哪一个可以说 总统说的对了 18岁年轻人投票 真的很让人不放心 你都看不出来 甚至你去问毛泽国 毛泽国恐怕也没办法帮 不对 他今天下午在上课 那不管怎么样 这样子的状况都让人觉得很荒谬的时候 可不可以请我们总统至少保留一个下台的尊严 让大家还记得是 你能够说道理 你的状况比较稳定 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发言的时候的你 然后安然度过你的历史定位 不过这马总统可能不光是自我感觉良好 他可能还觉得这形势一片大好 2016国民党仍然是大有可为 不过现在传出有出走潮 民意代表可能会跟绿营结盟 真有歧视吗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2016立委选举传出多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打算脱党寻柯文哲的模式 跟绿营结盟参选立委 被点名的包括前市议员杨石秋 和现任议员钟小平李沁元 我们来看VCR 秀出国民党发出的参选立委议院调查书 有意更上一层楼的台北市议员李沁元 痛批党中央摆明偏袒现任立委 这样的一个参选医院表达 以及征召的方式 他不是初选 他要用干部评线 他是用所谓的现任优先 那整个的医院表达跟征召的过程 给人看起来是无萨萨 因为我只能称他是类初选 我个人觉得因为无萨萨的关系 所以并不考虑去做参选议院表达 呛明不打算寻党内的游戏规则参选立委 这个动作就被解读 李沁元可能寻柯文哲模式 托党和民进党寻求合作 走所谓的在野大联盟模式 争取立委席次 甚至传出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姚立明 已经找他谈过了 姚老师也没找过我 我也没有找过姚老师 所以未来托党参选也是有可能的选项之一吗 很明确的讲就是说参选的方式 那个人都在思考之中 余代保留托不托党 李沁元没有把话说死 被点名可能和国民党分到扬镳选立委的 还有现任台北市的廉政委员 前北市议员杨时秋 以及现任的北市议员钟晓平 谣言啊我今天等一下你反问 我就要见我们李四川秘书长跟他报告 我要参加中正万华的国民党初选啊 我是党的终身党员啊 我对党不离不弃啊 而且我要改造这个党 有来询问啊 可是不是姚立明本人啊 对啊我没有意愿 我是中正的党员 博持传闻 钟晓平一早现身国民党中央党部 就是要向党秘书长李四川表达参选决心 但是党籍议员可能脱党参选立委的传闻 看在国民党立委眼里很不是滋味 当然不能接受啊 你那个动作你那个行为简直是就是叛党的嘛 你有能力你的服务基础很好 你就进来初选嘛 进入这个机制里面 这个才是一个正途 如果呢要各自找出路啊 那用这种侥幸的或者投机的方式啊 其实民众看在眼里啊 自有衡量 又是叛党又是投机 去年九合一大选惨败的国民党 如今又爆出出走潮 茶壶风暴再先泼澜 好我们看到这是今天周刊这个初刊的 这个封面故事这么大一篇 说这个李庆元杨石修和钟晓平呢 绿营这个结盟要拼立委 当然这内文的部分呢 也是相当大篇幅的这个报道 我想庆元大哥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 好你怎么来看 这是所谓的要自行退党 要跟绿营结盟吗 这垂有其事还是谣言 好 就在明天后天 国民党开始受理 表达议院参选的时候 突然啊 在周刊里面出现这样的报道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讶异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篇报道 我个人其实还是这个周刊出来的人 曾经在媒体待过 那这篇报道我特别去求证了 我说请问啊 我们三个议员 包括杨石修 我们都没有受访过 第一个没有受访我 第二个 他说是姚老师来找 那姚立民 周刊也没有去访问过 那 所以当事人通通都没有求证 姚立民老师也没访问过 那我请问你 周刊到底他的消息来源 是从来以来的 而且正好在国民党要开始尽情受理表达议院参选的唯一的两天的前夕 这个是很明显有人故意操作的 很明显操作的 那这样的操作对谁最有利 当然对这三个选区的现任立委最有利嘛 因为国民党他的一个目前类出选的这个机制是第一先任优先 第二要做干部评鉴 然后呢到目前为止不谈提名只谈征召 那这样的一个武萨萨 在我们一般认为说 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是民主还是反民主的 我们社会在去年921选举国民党惨败以后 这样的一个提名机制 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吗 有没有折忧太烈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的国会立法院 难道说不应该说做一定程度的换血 能够让有改革行动力的人 去那边发动一些改革的一些事情吗 那么就我个人来讲的话 他们似乎觉得很合理 因为我做过一届国代 五届议员 从政二十年 那你说我自己没有想要前进国会 去做改革的这样一个心理 我想不可能没有的 这很正常嘛 每个人都想更上层楼 可是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他就说结盟绿营拼立委 请问我李契元何德何能 我去结合 这个能够让柯家军来让我 能够让绿营来让我 我何德何能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我认为 这个是经过运作的 这个基本上 你们内斗就是要屏除这个挑战者吗 我认为是用内斗的方式 用内斗的手段去阻却挑战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民主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说 这个周刊也应该说明一下 为什么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受访过 然后忽然在受理表达议员登记前夕 会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我当然觉得非常遗憾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对我非常的不利 因为你看结盟绿营拼立委 那受理登记以后 我就算通过干部评件 那干部评件能不能通过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已经把我们 把我们戴一个帽子了 然后就算通过干部评件的话 请问你 党内他们要做的民调机制 也没有出来 那好了 他的民调请问你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民调对我有利 还是对现任立委有利呢 那么我的会可能会参选的选区 就是文山区跟中正十个礼 那这个选区 现任立委是赖世保委员 他是国民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所以就我了解 我不相信是赖世保委员去发动的 但是我相信 其他两个选区之中 有现任的立委 甚至党内的人 在为他们在做这样的发动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是内斗 但是你有没有自行退党的可能呢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说你的初选机制 党内也不够民主 就是说阻断了你更上层楼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要看选区的民意 因为我们是民意代表出身的 在文山区或中正十个礼的话 在地方上 确确实实 我有征询了很多的对象 一定要民意上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符合我们目前社会期待的 你这个人是一个有改革形象的人 你能够在国会里面 担任一个改革新动力的 这样的国会议员 那么你来参选才有意义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咨询相关的民意 来做一个决定 那参选的方式跟模式 我觉得目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也没办法去确定 总而言之 这样的一个国民党目前公布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征召 或者是类出选的模式 我个人看起来是不煞煞的 这种不煞煞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不知道如何去参加它的游戏规则 是来我请教委员 如果以目前这个台北市民进党的情况 所谓的这个结盟的这个模式 是不是也吸引到蓝营的朋友呢 我想对照现在民主进步党 正在进行的初选 包括今天包括下个礼拜一 都有在进行初选的民调 那我们觉得这两个政党 当然体质就不一样了 民进党当然有他的很规 很清楚的规定 然后应该协调 然后应该初选应该民调就照着规矩办 但我替我们的李倩言李大哥来报区了 因为坦白讲你看卜萨长 我也看到卜萨长 什么叫类初选 我觉得这个是新的一个政治名词 以后以后才以后政治 因为不是初选 以后政治的书籍 应该有一个类初选的 这样这个非典型 这个非典型初选 非典型初选 所以我就为了教训 虽然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所以国民党家务事 我也不予自贫 因为他们自己有 他一套产生自己的方法 候选的方法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蛮欠幸的说 我是在民进党 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 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步 应该如何去走 当然如果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我们觉得 我们深知道 除了要赢得总统大选之外 立法院的过半数 是非常重要的 那立法院要过半数 当然第一志愿 当然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是第一志愿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说 目前的政治形态 要完全靠民进党 自己来过半数 坦白讲是有它的难度 所以包括蔡英文主席 包括各方的力量 大家都在思考说 我们应该结合 寻求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然后寻求最大的力量 那个结合 第一志愿没有办法达到 第二志愿至少可以让 国民党不要在立法院过半数 我们看到这八年来 那八年来时间 国民党长期以来不止八年 这长期来国民党因为过半 在立法院常有绝对的主导权 所以他让许多 他的跟民意的背底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也乐于看见在各方的 各方的一个势力的力量的一个结合 跟力量的结合 刚刚金元大哥也提到 他也会考量他选区的民意的一个 一个归项 然后来决定他的下一步 我们也深深的来 来祝福他 我请教时期 如果你刚才七元大哥所讲的 那种情况之下 显然国民党现在 他不需要一个批判的人 他是需要听话的人 如果这样对来讲 对于国民党以后未来发展 其实不是很健康 国民党这一次的初选办法 其实就是在找听话的人 就是因为你听话 所以你可能干部评价 就帮你加个五分之类的 他是透过了一个人质的方式 来决定 谁可以投入这一场立委的选战 说这个东西就是摆明了 总民主的回头路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其实他会鼓励大家 争相的去表忠 就譬如说 因为要表忠 所以我就赶快来联署 啊 党主席 你赶快来参选总统吧 你看一面倒哦 这么多的人都要求你 就是说 党主席也透过这样子 全力一把抓的方式 来找寻谁才是 真正对我效忠的人 我觉得这很可怕 就是国民党竟然走到了现在 他竟然会回头去想出一个 干部评价 然后再用一个 不透明不公开的民调的模式 就那个民调的方式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方式 不像民党说 啊 我有五家来做民调 我们就用抽签的 抽到拿五家就拿五家做 然后大家又用一个平均的 民调的成绩来决定 谁赢谁输 那所以国民党的初选 其实是站在一个层层都不透明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跟现代社会脱节 并且在互相对干的那样子的做法 因为现在的民意主流 就是要求政治必须要公开透明 这也是柯辟戴琪的旋风 那国民党显然是反其道而行 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糟糕的 第二个是说 绿营是不是也就要跟议员啦 等等这些人做协调 我觉得民进党其实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啦 就是说他们现在对于台北的监困选区 到底该用怎样子的模式 如果我要征召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设一些条件 我应该要跟谁去做协调 我应该要跟谁做合作 说这些都还没有经过 选对会的公开的认证讨论 在这种状况底下就说 要跟这个钟小平啦 要跟李庆元来这个结盟 我觉得实际是跳动跳太快 而且就政治的实务操作上 跟一个蓝军背景这么鲜明的议员做结合 做这个合作 到底会有利吗 是对民进党有利还是对议员本身有利 我觉得其实是双方都会伤到 我觉得逻辑不通 我觉得逻辑不通 我觉得反而会使得双方的票员都更为减少 因为你连雇本都雇不了了 一定会有人骂你是这个 怎么会背叛之类的 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合作就摆明了 这的确一定是人为操作这个新闻的可能性 内斗成分居多 但如果说以国民党现在的这种执政情况之下 都不能容不下批判改革的声音 恐怕你官员做不好 明代可能也要一起陪葬 我想学恒在回应之前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刚刚我们讨论国民党到底是现在有出走潮 还是在内斗呢 那么如果说执政之后 那么民意代表都不能批判 那么现在国民党 那么现在执政成这个样子 还不容许有所谓的批判的 这个民意代表存在吗 来请教学恒 我觉得国民党这个提名制度 它有一个根源上的 不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就是由那些区域选举 可能没有非常多经验 或者是你只有当过行政官僚那些人 来评断第一线的民意代表 谁该出来代表国民党 那坦白讲 大家把自己的这个选区服务的资历 拿出来一辆 是驴是马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现在立委是小选区 坦白说小选区很多时候 比市议员的选区还要小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讲的功利一点 就是不要讲什么法案 什么很大规模 如果你真的只关心胜选 选区服务非常重要 甚至连你常上电视都没有用 你一定要在路口这样 这个鞠躬败票 摇旗子去市场握手 还有选民服务 对因为就是那么小的选区 在那边你不能跟他谈大法案 大国家的方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国民党目前的提案策略 提命策略几乎是完全错误的 那坦白讲 其实有些人讲很直接 他们直接叫七爱人 你叫这七个选举表现不好的人 其中有一个领头羊 就是丢掉台北市的祸首 好龙斌你家去领衔决定 谁该出来 谁该被选的时候 他当初真的这么厉害 那就直接传承给连胜文 但就因为你之前做的不好 你现在变成一个跟屁虫 所有民众骂的民众屁的东西 你就站出来说 不好意思我其实支持 不好意思我当年其实做得很好 但如果国民党高层 还是用这种背离民意的方式 那到时候出现的这个民意代表 恐怕会很惨啊 清美大哥 当然因为我是厉害关系人 要评论这种事情比较很不方便 尴尬一点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 在朱立伦在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惨败以后 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我对他有三个期待 第一个深化党内民主 第二个争议最大的党一事业 应该全部把它处理掉 那么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从政党员同志 应该要在施政上也好 问政上也好 要能够触动到 摸到